第36體 以電路裝置如右圖所示 兩燈泡通電後皆能正常發光 當開關K按下後 有關伏特劑毒素V 與安培劑毒素A1及A2的大小變化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看到我們的伏特劑的毒素 量的就是我們這個並聯電路的電壓 同時也就是我們電池的電壓 所以不管我們的K有沒有按下去 伏特劑量到的都是電池電壓 所以我們按下與否 我們的毒素都是相同的 同理我們的A1 他們的兩端的電壓就是電池的電壓 那麼我們的電壓一樣 那我們的燈泡一樣 電阻一樣 所以我們電流也會一樣 所以我們的A1的毒素也是一樣的 不會發生改變 而當我們按下K之後 我們這個燈泡就有電流通過 本來A2只有通過一個A1的電流 現在多了一個從底下這裡 K流掛來的電流 他就有兩個電流 所以A2的毒素應該是要增加的 所以第36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 V不變 A1不變 A2變大 A1不變